接下來我們要測的是這一把SAR-9 那用的是恐龍的 12公斤的瓦斯 然後BB彈的話 剛剛忘記了 BB彈的話我們都是用KSC的0.2公克的BB彈 看一下這個 這個 怎麼可能那麼快 可以90 84 86 91 87 88 84 大概是這個速度而已 Lazer Point 那我們先看一下 其實這個 它有個好處是 手槍跟步槍的部分都可以 那我們是先視瞄一下 就是 這個我不曉得攝影機拍不拍得出來 三點的部分有沒有 三點 我們平常這樣三點 那我們看到對 看到那邊的時候我們看是不是跟我們想像中的是不是對 是不是對在一起 因為 手槍沒辦法調 這手槍這個沒辦法調 所以基本上我們是等於是去抓習慣 大概是抓哪邊 等一下我們試射大概就是到那邊 試射一下我們看一下 第一發 偏下 還是偏下 上 上 OK 大概抓到了 如果是看到這三個點全部對在一起 等於是這把槍是有一點是一樣是偏 它有點是一樣是偏下 所以 等於是這個點要在上面這兩個點 上面一點點這樣才會達到我們想要的地方 看一下是這樣子 對沒有錯 沒了 所以跟我想像中的差不多 就是要量的話是要量在這個點 這個點要稍微偏上一點點 大概是半顆左右 就是實際的情況可能要再看一下 看一下 對沒有錯 大概是這樣子的距離是OK的 大概是這樣子的距離是OK的 OK 沒有問題喔 這樣子的射擊的話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反正就是你要先去習慣它啦 但是我建議說是可以用一個雷射POINT 先讓你知道說這把槍是偏高偏低 或者是說它的精準度OK 現在做SAR-9 這一把帶PSC齁 Standby 來 忘記了齁 這種空氣槍的話其實 因為看得到 因為它BB彈的速度飛非常慢 所以基本上 不一定要用閉眼的 應該是用雙眼瞄吧 還是會犯這種錯誤 再一次 好 再一次 好 再一次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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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要練習 我講真的 大家也不用想說我這距離是不是真的很長 這距離才五公尺而已 我想說啊 其實這種現在的BB槍啊 你五公尺之內都還打不到 那真的是就是有問題了 但是我們這樣子在五公尺之內 要這樣子先這樣練習 我都還是一樣是那種老人家傳統 我還是會先閉一隻眼啊 這樣去瞄 其實像現在這種空氣槍根本也不太需要瞄 除非你真的是要出去 做比賽的那一種 要不然的話 就是放開雙眼 然後每天這樣練習起來 你舉槍的位置起來就是到 舉槍位置起來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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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到到這樣 就是每天要練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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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練習 要不然的話 像我這種是臨時二補的 基本上 成績都不會太好看啦 OK 這是我們今天 這是SAR9 做一個補課的動作 我們看一下它的精準度 這是一定是沒問題的 五公尺一定是沒問題的 好 好